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一年家里大厦的怪事特别多 连续几个月 大厦里的电梯经常都在发生故障 租户们反映了很多次 但始终都没有修好 从这一年的夏天开始 大厦里就出现了一些闹鬼的传闻 有好几人都声称 他们在楼道中看到了一个蹲着的孩子 还有人说自己在走廊上 看到过一对歪着头走路的母女 甚至有人看到过十几个白影 在大厦的窗子外晃来晃去 更离奇的是 歌手陈慧贤也在大厦里遇到了十分诡异的事情 那是大概六月的一天 陈慧贤去大厦十楼的保利金公司录音 却发现电梯没有在十楼停靠 而是不知道怎么上到了十五楼 他走出电梯 发现自己到了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地方 整个十五楼到处都是漆黑的木板 完全变成了一片废墟的模样 陈慧贤本来以为 也许是十五楼的珠宝公司搬家了 但他在回到十楼以后 底下的人却告诉他十五楼并没有搬家 感到毛骨悚然的陈慧贤 赶紧回到了十五楼确认 这一次 他发现十五楼的珠宝公司一切正常 陈慧贤几次在节目里提到了这些事情 直到今天 他也不知道自己当时去了什么地方 据说 在巨大的灾难降临前 总会出现某些征兆 我们不知道这些事件算不算是某种预兆 不过从后来的结果来看 从在电梯旁贴出那张告示器 那起恐怖的事故就开始了 欢迎来到三更研究所 今天我们将介绍一起灵异的活在 加利大厦 加利大厦左属的弥敦道233号 位于香港繁华的左敦和油麻地一带 是一栋典型的旧式商业大厦 由于地属重要的地段 这里吸引到了很多优质的公司入住 大厦总高15层 一到三能为中国艺术品百货公司 十楼是香港当时最大的唱片公司保利景 十五楼则有知名的周生生珠宝公司 其他的楼层分布有不同的商业单位 包括牙医诊所 杂志出版社 和一些与影视音乐相关的公司 1996年10月20时 因为电梯经常出现故障 加利大厦正在全力地开展电梯替换作业 大厦内的四部电梯周 有两部高层电梯被移走 电梯槽内也搭起了竹篷 工人们正在对电梯井进行维修 这一天 加利大厦的生意还不错 一幅圣诞大井架的标牌被挂在了大门的墙壁上 员工们和顾客都很轻松 准备着迎接年末的到来 下午4点50分 在大厦15楼周生生珠宝公司的员工 发现事情有些不对劲 几分钟以前 他们听说大厦的二楼有地方起火了 其实在早些时候 大家就闻到了有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 可因为楼道里贴的告示提到 大厦正在开展电梯的整修作业 可能会产生某些意味 因此才开始他们都没有怎么在意 然而 他们刚坐了一会儿 就突然听到外面有人开始大叫了起来 几人转头望去 发现15楼的过道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弥漫了一层厚厚的烟雾 不是二楼是火了吗 怎么突然就燃到这里来了 员工们起初还在好奇 但很快 这种想法就被一种极度的恐惧所替代 因为他们接连长射走出去了几次 每次都被烟雾给逼了回来 他们走不出去了 10月20日下午5点10分左右 香港消防处的数十台消防车 近200名消防员开始集合 向着左敦道一带紧急出发 早在20分钟以前 消防队就接到了一起报警 位于左敦的加利大厦 银似发生了火灾 大概4点50分 第一批消防员抵达了现场 他们检查了起火的位置 发现是大厦二楼的电梯间 有堆积的木料燃了起来 火情看起来并不严重 这时大厦的运转还算正常 整栋大楼看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就在消防员逐渐地将火势控制 准备在灭火后返回的时候 却发现在楼道间11楼的位置 似乎也在冒出烟雾 他们往上走出了几楼 就被一股比楼下严重得多的高温 一下子给逼回了原地 除了二楼 大厦里居然还有一个地方在燃烧 这绝对不是普通的火灾 下午五点 嘉丽大厦的火灾警戒等级 由原本的一级升级为三级 五点时半 增援部队陆续抵达了现场 刚来到大厦的楼下 众人就看到一个从来没有见得过的 诡异场景 嘉丽大厦的一到三楼 以及十二到十五楼的位置 正在冒出着浓烈的烟雾 但中间的楼层却看起来没有任何的问题 一栋楼在同一时间 出现了两个起火点 这种概率会有多低 更让他们感到发毛的是 有密密麻麻的人 蹲在大楼窗户的边上 正在使劲地挥着东西求救 五点十七分 嘉丽大厦的活经等级 从三级升级到四级 是香港近代极为罕见的火灾 受困者主要集中在大厦的十二到十五楼 几乎都是由于没来得及下楼被困 要想救他们只有两个办法 第一是采用云铁或者直升机 将楼上的人从窗户带下来 第二就是一边灭火 一边想办法到楼上去救援 上世纪九十年代 嘉丽大厦附近有很多的贫房 因为当时云梯的高度有限 周围又有建筑物的遮挡 最高的几楼云梯很难抵达 他们只能先运下一些低楼层的受灾者 港府当局派遣了一架直升机 尝试从空中放下绳子来营救 可直升机一旦接近大楼 下沉风力就会立即增加火势 因此只好迅速地撤离 另一方面 消防部队尝试 从百货公司的楼道冲进火场 可因为三楼附近原本消防通道的位置 被改造成了一个装满易燃物的储物件 火焰堵住了这条最近的上去的线路 他们也无法第一时间赶到楼上救援 消防队员们拼命地忙来忙去 可始终还是无法迅速地 将十四楼以上的人救出来 就在现场的指挥官还在想办法的时候 在楼下等待的民众看到了一个让他们终生难忘的画面 由于大火和烟雾持续地扩张 楼上的生存空间不断地被弃压 每隔一段时间 就有人受不了大火的高温 开始疯了似的从窗户上跳下 有些人用裤子结成绳索下降 可绳索瞬间就被高温烧断 连成了一串从窗台上掉了下来 还有人趴在空调边上 因为手被烫伤抓不稳窗子 尖叫着从高处摔落 最可怕的是 十五楼的周生生珠宝公司 所有的房间都被烟雾笼罩 几个员工打开了窗子 但因为大量的空气进入了缺氧的房间 整个办公室顷刻间发生了爆炸 十几人瞬间被大火吞没 一些员工被烧得疯狂地大叫 像下饺子一样挨着跳楼 下面的民众们着急地叫喊 让他们不要跳下来 可根本就起不了作用 而对比掉下来的人 留在窗边的受灾者 下场更加的凄惨 十四楼的一位受困者 几分钟前还在挥手求救 转眼就被大火烧成了焦炭 他保持着先前的求救姿势 整个人与烧虎的窗户粘在一起 现场的很多消防员 经历过无数次的火灾 可他们终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惨状 七点十五分火灾升级为五级警戒 提升至了香港火警警戒的最高等级 家内大厦靠近弥顿道的一侧燃烧严重 相防队通过高压水枪来对电脑进行冲刷 想尽一切办法来救人 可即便如此 救出的速度依旧有限 减止到二十之晚 他们总共救下了七十多位民众 楼上已经没有了生还者 直到二十一日下午两点 火灾发生的二十一个小时后 大火才终于被扑灭 一般来说 要判断火灾的第一起火点 通常依据于两个特征 第一是因为火有向上延伸的特点 因此一般相对低一点的燃烧位置 是最初的起火点 第二是寻找烧毁最严重 燃烧时间更长的地方 这也很可能是最早起火的位置 然而加利大厦的火灾 却完全没有这两个特点 从燃烧的情况来看 十五楼的周生生珠宝公司最为严重 十四楼以下却逐步的降低 同时 三楼的烧毁程度也要高于二楼和一楼 全都是楼上比楼下更严重 这里的火焰似乎是倒着烧的 而最让调查组感觉到奇怪的是 为什么大楼里会同时出现两个起火点 调查组才开始怀疑 是有人故意的纵火 可在进一步的还原现场 调许999火警通话记录 以及询问相关的幸存证号 他们最终发现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真相 这起火灾不是人为造成 而是因为替换电梯导致的 1996年10月 加利大厦委托了电梯公司进行替换作业 管理人员也在楼道边贴出了告示 请业户们知晓 在11月20日以前 所有的工作都一切正常 可就在20日当天 一件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 当天下午的4点30左右 电梯公在11楼进行焊接作业 一些稍大一点的金属线 被建设到了2楼的电梯井里 井内大量的木屑被点燃 很快就在2楼产生出了第一个火场 由于是旧式楼房 加利大厦没有安装自动喷泥系统 因此在燃烧了好一阵子以后 2楼的火灾才被人发现 4点50左右 第一批消防员来到了现场 很快就控制住了2楼的火焰 然而他们却完全没有想到 因为井内的电梯被移走 已经在2楼燃烧了一阵子的大火 在被控制的电梯井内 产生出了一种被称作烟囱效应的现象 火灾生成的热空气 经过控制的电梯槽迅速地往上流动 宛如一个巨大的烟囱 但有高温的烟雾 不断地堆积在了电梯井的顶部 最终在温度最高的15楼发生了闪燃 迅速地制造出了第二个火场 由于在事故发生以前 大厦里贴出了 电梯维修会产生异伪的告示 所以很多高层的员工虽然闻到了烟围 但都以为是电梯维修室正常的现象 完全没有引起重视 当他们发现不对头的时候 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13到15楼都是办公区域 为了使用方便 楼道全都被打通 走廊中间仅以玻璃门相隔 充足的空间和空气 以及楼道里的大量易燃物 让烟雾和火炎迅速地蔓延 几层楼在很短的时间里 就渗入了一片火海 浓烟也在几分钟内占满了所有的走廊 员工们没法冲出屋子 只能从一个房间移动到另一个房间 不断地向着窗户靠近 有些人甚至被逼得挂在空调的外机上 只能挥动双手向下面求救 随着时间的流逝 火势开始迅速地扩大 消防队根本来不及救援 火炎开始慢慢地烧到了窗边人的身上和背上 一些人受不了剧痛 开始什么都不顾地向着窗外调取 而剩下的那些没法躲避的人 则全都被活活地烧死 作为全球最严重的楼鱼火灾之一 加厉大厦大火 为香港带来了巨大的伤痛 经过最终确定 火灾总计造成了41人死亡 80几人受伤 死难者包括一位现场的消防人员 其中受到烟囱效应最严重的食物 燃烧最为猛烈 位于这里的周生生珠宝公司 有二十几名员工全都堆在靠窗的房间里 他们的遗体仅仅保持了一个骷髅的外形 一旦被触碰 就会化为飞灰飘散 认识的现场惨不忍睹 事故发生后 香港政府对建筑的相关法规进行了改革 全面整改违规的建筑 相关公司也对死难者进行了赔偿 这2023年 香港没有再发生过如此严重的火灾 也许是因为事件太过害人 再加上灾难前发生的各种灵异事件 灾后的加利大厦 成了全港知名的兄弟 一位在灾后大厦值班的保安声称 他在寻楼的时候经常遇到怪事 据保安所说 他每次走到十楼的位置 就能听到楼上有人说话的声音 另外他在爬楼的时候还总会感觉 自己能用眼角的余光 看到有一些在楼道里站着的人 每个人都摆着奇怪的姿势 最害人的是 有一次 这名保安在上到15楼以后 发现有个人站在空置的房间里 保安以为对方是一个精神错乱的女人 于是就带着他往楼下走去 然而刚走到11楼 背后的人就不见了 一位当时负责调查火灾起云的警员 也声称自己遭到了鬼魂的附身 在火灾发生以后 他每天都会接到陌生的电话 电话里的人只会重复地说同一个句子 家里大厦起火了 语气听起来非常的怪异 最后这名警员被吓得精神崩溃 被送到了青山精神病院治疗 大厦在灾后一直空置 直到2003年 华盛窗也才将其收楼重建 在新楼刚开始动工的时候 一个97公斤重的灭火帅 突然间泄气急速飞起 将一名施工人员的手臂打成了三截 据说建筑工们晚上经常会听到 有人会在他们的耳边说话 他们还看见有一只摇着脑袋的青年女鬼 会垫着脚 跟着施工的人背后行走 由于怪事不断地发生 原定八个月完成修建的建筑 直到2007年才完成了修建 1996年6月 程慧贤在加利大厦15楼看到的到底是什么 到现在也充满着争议 久人推测 他或许在当时 看到了一些被珠宝店摆放在门口的黑色木板 所以才会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但是也有不少人愿意相信 程慧贤可能在不经意间 目入了某种火灾后的平行空间 随着加利大厦的改造 真相是什么 也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了 在大厦改建期间 开发商寝法师举办的一次 名为破地狱的大型亡魂超度仪式 仪式刚刚开始 天空就突然间阴云密布 下起了一场大雨 现场的围观者们纷纷议论 认为这是火灾死难者的冤魂们 在往生时流下的泪水 因为阳寿未尽而横死 所以他们才会被困在了原地 直到仪式开始 才总算得到了超度 这些不幸的呢喃者们 或许终于安心地离去